我們吸收一下物貝、氣息 怎樣吸收?你懂字嗎? 對不起 藍莎我還未認識泰文字 你為甚麼放媽媽在這裡? 見媽媽 你不是盜慕者、人渣? 我覺得有點像紐和麗莎的象 微笑 哪一邊看都好像微笑 好像小小看著你 我覺得這裡很有藝術感 我覺得這裡 Hello 我是Diane 今集跟平時的吃喝玩樂影片有少少不同 會分享前陣子去了泰國中部蘇可泰 一個很受遊客歡迎 非常出名的世界文化遺產 本來我來這裡是沒想過出片 我覺得廟宇、古蹟都很滿 大家都未必有興趣 我純粹為了去打卡 人去我去到此一遊 去完後就太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決定將改日的片段剪出來 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和大家了解泰國著名的文化為止 資料搜集和剪片都需要大量的心力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讚 去留言 推推個view數 令到我們的頻道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這個是不是青梅古城 這個叫做素可泰 歷史公園 都是一個方框 是否有很多個紙 我覺得這個城裡已經有很多個 外面也有很多個 一點點都是佛像和紙 素可泰是泰國的中部 即是曼谷和清邁的中間 開車來往這兩個地方就會經過 前兩個月因為去完曼谷玩 開車回到清邁時就去了參觀 剛才也說到 由於去的時候 是沒有想過去留那麼久 完全沒有做過功課 但因為去完之後 很喜歡這個地方 簡直是愛上了的程度 所以回來就找了很多資料 這條片就會以我聲音導航為主 整個歷史保護區真的很大 最著名是有過百座廟 和過千座的佛像還保留住 而中間古城區就再集中一點 還可以看回滬城河、城牆、水池 而進去古城或其他古籍的廟 都要買不同的門票 除了古籍 其實公園的風景也很優美 也可以租單車或電動車 去自駕慢慢遊覽 行不行? 什麼東西? 可以 你也要駕巴士 對,我也要駕巴士 對,我也要駕巴士 我覺得挺好的 可以自己駕駛慢慢游來游去 又不用跟別人說我前些等一會等的 我做了八哥 八哥 八哥 那就沒有人介紹給我們了 我們自己看地圖 自己看地圖 看看是什麼景點 這個帖子我是網上有看過它的 它好像是做泰國字的 各位人兄 南金亨 亨哥 做這個很辛苦的泰文字 我摸得嗎? 我想摸 哦 開啟了一些東西 砰 看電影太多了 對不起,南先生 我還沒認識泰文字 你為什麼放些媽媽在這裡 見媽媽 媽媽面了很多 媽媽面 我們無知的人 來到這個文化的古城 泰國的文漫來到這個古城 我們吸收一下文化的氣息 怎樣吸收?你識字嗎? 你沒有它的神魂 眼神 文人的眼神 OK 說回這個世界文化為止 素可泰是一個王朝 建立在公元十三世紀 即是七百多年前 也是泰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 而泰國的語言 文字 藝術 都是這個時候建立和興盛的 入到園區之後 就會見到一個銅像 就是南金亨國王 是素可泰王朝第三任的國王 亦是泰國文字的創造者 當時他下令製作了這塊石刻 他聚述自己的生平事跡 亦成為歷史上最早有的泰國文獻 這塊是紡製品 真品收藏在曼谷博物館 難得入到保護區 當然是看文物 這裡最重要的景點 包括佛像、石窟和皇宮為止 當中有馬克太子、西沙雅子、金瓷子、沙西子等 都是世界知名的景點 當然就這樣聽就好像很悶 因為全部都是佛子 但其實自身其中 感受每個佛像的姿態、造工 亦都同一時間經歷到 這麼多歷史的建築物 每個區都帶給我很不同的感覺 我覺得很宏偉、很有藝術感 真的一點都沒有悶過 比一般的旅遊 我覺得更加充實 亦是另一番的感受 好似現在看到的沙西子 它是位於古城的正中間 有個很大的蓮花池塘環繞著 要通過一條橋才能走過去 環境就很大、很漂亮 很多當地人都會喜歡在這裡夜餐 亦都是水燈節很受歡迎的節慶場地 沙西子的最大特色 就是這一尊精美的行走佛 一隻腳微微地提起 表現行路時生動的姿態 亦都展示到優美的曲線 原來行走佛是蘇可泰獨創的 當年藝術家的創作 就變成文明於世的行走佛了 你不是盜墓者人渣嗎? 哈哈哈哈 剛才在National Park那邊已經遊覽了 然後駕駛了車 玩完了那邊 其實呢 懷疑住National Park 近來有很多古蹟 很多舊的廟都很值得參觀 這邊呢 也是其中一個 也有很多人去參觀的 但這裡呢 又要再給一個入場券的門費 就是100匹 現在我們進去看看 沒錯啦 最後呢 我們再去到公園的外衛 剛才拍片那一刻 我還未知道 原來我們已經到了大名鼎鼎的西春寺 是我今次行程最喜歡 印象非常深刻和讚嘆的地方 因為本身很想念Juno 很想快點回家 看到這裡再要給入場費 差點就過門不入了 幸好最後呢 進去 不然呢 我真的後悔死了 門外看到呢 我覺得很特別 它好像有一個簾 簾後面呢 就有一個佛像 即是很引人入城的感覺 是不是 我覺得有一點點好像 門外麗莎那個醬 微笑 對 即是它好像 在哪一邊看都好像微笑 好像微笑 好像微笑看著你 好像有藝術感 我覺得這裡 西春寺又叫大佛 是數可提最大的座佛 高15米也是數可提唯一一個開眼的佛像 由大墊前面看過去 只可以由合逢之間 隱約看到佛像慈悲的神情 感覺很神秘、很莊嚴 也超級有藝術感 對 走到進去 感受就更加深了 因為要穿那個很窄的通道 才可以看到佛像的全貌 而入到主殿 空間都很細 你的頭要握到很高很高 才能看到整個佛像 那望上去的時候 剛剛有陽光照進來 曬到閃下閃下又很差眼 感覺真的很宏偉 有一種縮然起勁的感覺 它的光線射在牆身上 很有質感 很有質感 很漂亮 走到閃下又可以細心觀察一下雕像 我看到手指的線條、造工和神韻都很漂亮 而右手為什麼金殘殘呢 是因為很多信徒來朝拜的時候 都會戴上金箔 為佛像貼金 以示對它的尊重 今天的素可泰之旅就完成了 其實素可泰這個歷史遺跡的地方 都知道了很久 但經常都不想來 以為會很悶 但是今次 原來很漂亮 超漂亮 我覺得可以花一天時間在這裡 慢慢看 而且這個歷史遺跡是值得去看的 我覺得 我們本來都不喜歡看佛紙的 但這個我覺得是遺跡 很值得去看 嗯 而且很多都是很藝術感 不是說是拜佛那種 是看它的藝術 它的衛美美美和歷史 今次就安排了兩三個小時去快閃 實在太不夠時間去參觀了 其實去了那麼少時間 都已經令到我大開眼界 今次準備不多 拍不到很多漂亮的影片 之後會好好地計劃下一次的素可泰之旅 因為我自己都很想去多一次 慢慢地遊覽 了解泰國更加多 也都很感謝大家看到最後 希望除了曼谷和清邁的 食後玩樂片 都可以帶多一些不同種類的影片 給大家 和我們一起深入一點去認識泰國 喜歡我的介紹 就給like和share給朋友 還要加上IG 就可以看到多些我們泰國的日常生活 下條片再見 拜拜